台北高等法院裁定中科三四期停工 現在引爆了爭議 而行政院長吳敦義在今天早上 再替已經建長的友達跟序能抱不平 贊成提出抗告 帶著笑容吳敦義跟員工家屬 一一照相慶祝一年才一次的親子日 不過笑容維持不了多久 因為中科三四期被高等法院裁定 要停產停工讓他很頭痛 應該是只是就開發的行為 而不是就已經信賴國家的政策跟決定 他進去投資跟生產 如果連那個也加入裡頭 那就是友達的李坤要李董事長的 李董事長說的 說到底有幾個政府啊 親自替已經建廠量產的友達 還有序能抱不平 吳敦義也贊成提出抗告 不過也沒忘了反將民進黨一軍 的確就是蘇貞昌行政院長跟蔡英文副院長的時候 核定環保署所提的還有國科會所提的 才核定中科三期 就不要冷言冷語 你留下的東西人家在幫你解決 那你還要在那邊冷言冷語 甚至於還站起來好像與其完全無關 在指責在罵人這個就不恰當了 如果老師把事情丟給過去的話 而不面對未來的話 我覺得一方面我覺得太消極了 一方面我也覺得是說是一個不太負責任的態度 蔡英文 蘇貞昌口經一致 中科三期的爭議意外引爆 藍綠的口水戰 民視新聞 中文道